为苗栗县海县的观光来打造新亮点 后龙镇青海宫是当地的宗教热点 假日每天平均20台游览车来停靠 观光客人数是打1000人次 推展宗教旅游 后龙镇公所是争取设置微型车站 透过简易招呼型的火车站 来吸引更多游客造访 妈祖娘娘向海的方向眺望 象征守护渔民平安 必有风调雨顺 为在苗栗县霍龙镇的青海宫 以苗41线为界线 精灵大海的铁路 作为铁道旅行的中继站 成为最佳地点 因此政工所提出设置微型车站 包括我们这里有360度的光景台 可以看到无敌的海景 包括我们的环山步道 百年铁路隧道 还有我们的贝壳山 海角乐园等 都是非常好的旅游景点 那最近游客越来越多 尤其铁路旅游的人也非常多 所以我们是希望在龙岗到白沙屯中间的 好望角这边 刚好设一个微型的 后龙青海宫距离南下通宵镇白沙屯车站4.7公里 北上后龙龙岗车站4.6公里 与山边妈祖 拱天公妈祖 皆是苗栗县的宗教旅游乐点 可串成一线 后龙镇公所透过立委陈超明的协助 与台铁县政府文官局等取得储博共事 规划采用可爱简易风格 吸引游客目光 跨部会的检讨 有国科会包括铁路局 还有台铁等 国画会是希望说由铁路局 他们来规划 规划为简型 简易为比较简峰的 还有可爱的 以后可能有办法成为观光打卡景点 让铁路又多到一个选择 青海公目前设置U-Bike站点 微型车站若完成充实交通设施 可望为苗栗滨海中教观光 打造新亮点